慕名而來 十幾名學生聚集在學校穿堂 大聲念著考試成績 有的還圍權跪拜 乍看以為怎麼了 但這特殊景象 可不是被老師處罰 孔子這個名字記得一百分 真的超講究 把課本都帶過來 北市顏評國小這尊孔子銅像 兩年多前從校門外 遷進穿堂後 突然變成學生靠前聚集地 我其實是覺得 原來可以這樣子 好像可以考比較高 然後就跟大家一起說 然後就這樣下來拜 我們自己 自己想 對 自己 我們會先站著拜完之後 再過一下 然後會把我們的書或筆 放在這裡或是上面 因為我們教室 剛好在後面 就是看老師背這個孔子 但是我們時間真的不夠 就直接從樓上拜 對 所以其實也不是 也不是會考得更差 一個拉一個口耳相傳 再加上一點自己的創意 拜孔子幾乎變成校內傳統 加上這幾天 正好是期中考試 才又出現跪拜奇景 有 有 有 也是有學生會講 就是他可能就是希望 他可以發揮得更好 就趕快先下來 就是加強一下 再回去考試 對 這附近因為鄰近孔廟 所以每個學校 都有一尊孔子的像 但是從來沒有看過 有小朋友去考試前 來拜孔子 對 也許他們都是去孔廟 很少說在自己學校裡 校長私下透露 還有別校學生慕名而來 不過考前拜孔子 主要求心安 想拿高分 還需要自己努力認真 三類新聞 周冠宇 曾大宣 除了 來 可以 以